加州洛杉矶的好莱坞标志是世界上知名景点标志之一 即将迎来100岁的生日 最近申布了建造游客中心的计划 向前来旅游的世界各地的客人 讲述在这个著名地标背后有趣的历史故事 为纪念好莱坞标志100周年 好莱坞标志信托基金会宣布了建造游客中心的计划 游客未来可以在那里进一步了解标志的历史 好莱坞标志在流行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被引用 承载着许多电影人 影迷 商业精英的梦想和追求 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游客前来一度风采 今年12月8日 这座著名的地标就要迎来100岁生日了 好莱坞标志最初为好莱坞土地 最初是山顶一块广告牌 宣传1923年在好莱坞建造的住宅开发项目 标志上写着好莱坞土地 并被电灯照亮 整夜闪烁 在1940年代 这块标志变得残旧 原本的住宅开发项目也倒闭了 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 好莱坞商会后来重新对标志进行了修建 并把标志的所有权交给了洛杉矶市 1949年修复标志时 好莱坞商会把标志上的土地部分取下 只留下了今天看到的好莱坞 好莱坞标志作为国家地标越来越受欢迎 但到1970年代 它又一次受到需要维修护理的时候 当时残旧到还有一个字母从山上掉下来的地步 后来有一个著名杂志出版商 Q.Heffler主动发起了筹款活动 筹集到足够的钱来修复了这块标志 从那时起 洛杉矶市就开始了对这块地标进行维护 定期进行强力清洗和在需要时重新粉刷以保持它的美观和完整 洛杉矶的好莱坞标志无疑是一个明星地标 在一百周年之际 让我们一起来更深一步认识和瞩目它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 中立报道